是个大国 你在这里挖矿 你是时候你必须要采取 负责任大国的作风 你要在伊拉克 有一点贡献 换句话说 他一直鼓吹中国 也跟北约的联军一样 有一点军事行动 他就是觉得说 你既然在这里会有收获 你就应该要有付出 他放出这种空气 他就要放出这种空气 中国当然坚决拒绝 用武力介入伊拉克 阿富汗坚决拒绝 所以在这种方式下 美国没有办法 把中国拉为他的盟友 他就开始做各种的动作 一方面放空气 一方面希望降低减低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 这个影响力跟你的作用 这是大主轴上 主轴上的他们讲 他大致是如此 那么当然在经济的问题 其他的问题上面 也要扯你后腿 我们今天 不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 所以这一次你说 他坚决要跟朝鲜 要进行这种 跟韩国要进行这种联合军事演习 还有说他以后继续演习 然后把演习中间 把日本也拉进来 因为他是个三角同盟的关系 他跟韩国有军事防卫同盟 跟日本也有共同防卫条约 所以他这个三角同盟的关系 在这个地方 同时他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要让你日本民主党的政府也好 让你日本的民众也好 就是觉得我美国走了以后 你离不开我 是吧 我走了以后对你有影响 因为对于这个区域性的这种联盟 日本方面其实有一半的民众 早就认为不太适合 一方面你有联盟 一方面花我日本人的钱 日本人曾经 美国曾经发表一个数字 因为日本生活费很高 所以他驻日的美军 如果没有日本的买单 美国的军人连一碗日本的无动 无动面都吃不起 所以此时此刻 日本面临政坛思想 不止政坛 日本民众社会 思想在做转变 实际情况在做转变的时候 美国等于是做冷战思维的垂死的挣扎 他要继续留在这里 他要让你这个地方觉得 后冷战时期你不需要我的保护伞 可是你仍然需要我的保护伞 来对付地区性的威胁 跟安全的威胁 一由所指就中国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如果在东北亚继续这样做 有没有这个作用 目前显然是看不出来 所以他必须要设计另外一个战场 也不是说真的要打仗的战场 就是他策略的战场 假想敌 或者是要制造这个地方的 这个恐怖论 还有就是让这个地方的民众 日本韩国 其他的东北亚国家的这个威胁论 那这个就是7月23号 希拉里在河内举行 东盟国家地区性的论坛上面 他说讲那番话 他说讲那番话 我们明天再做仔细的分析 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它是一连串的外交策略 美国在这个地方 一连串的外交策略 它有阳谋 有阴谋 那么他的阳谋阴谋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什么预防 就是我们要了解 他的阳谋阴谋 不要轻易中计 比如说他可能有利用 我们实在在乎 他在黄海的军事演习 是吧 你以后你还是再来 乔治的华盛顿号 你继续来 来用这个来当这个 一个筹码 谈判的筹码 换取你什么东西 他一定会换的 换取你什么呢 换取你在南海问题上面的 是松弛呢 还是换取你对朝鲜的进一步的 这个施压 那么我们中国方面 必须要了解他这个意图以后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策略 因为我上个星期讲过 在朝核问题上面 韩国 这个朝鲜越 金正日越张牙舞爪 对我们越有利 因为你张牙舞爪 美国对你毫无办法 是吧 那我们是唯一可以跟你沟通的 这个国家 可是呢 在另外一方面呢 韩国 朝鲜也了解到 他跟我们之间呢 如果他越张牙舞爪 对我们越有利 所以呢 他呢 在经常希望跟美国单独来谈 好几次都是这样的 那要不然的话 透过中国 你跟美国谈 你就这方面 我们还可以 有筹码 他跟美国直接谈 韩国方面 这个朝鲜方面 认为我们没有筹码 其实呢 美国方面也非常清楚 我不能直接跟朝鲜谈 第一个 我们过去美国的这个 外交的政策 是我不直接跟恐怖主义的国家谈 那我不直接跟 把我们瑕疵当人质的国家谈 换句话说 他还是朝鲜为流氓国家 或者是这个邪恶轴心的国家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他跟朝鲜如果谈了以后 能不能保证朝鲜是跟他走 是吧 那如果不能保证朝鲜跟他走 他又怀疑 因为怕朝鲜跟他谈 只是唱白脸 他跟中国之间是 底下合起来 跟他这边作对 所以呢 美国的最近的做法 据我所了解 美国政府啊 他们也有一点情报 说这个 他们认为金正日不久人世 所以呢 他们认为 跟金正日之间的关系 我不急着谈 我要来跟他 进行这个什么 进行等待 我等你去跟马克思报道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们中国啊 要坚持原则 坚持立场 有必要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立场 摆得更明白一点 更强一点 就跟这个俄罗斯这种耍动技巧一样啊 我有了报告 可是我不让你知道 我刚刚让中国跟美国知道 那中国跟美国知道的意思就是 这两个国家才是主要国家 是吧 你这是美国的马仔 那我让美国知道 就让美国啊 在这方面 我有谈判的筹码 我俄罗斯也要跟你谈啊 是吧 所以啊 经过这一次以后 我们发现了 美国在东北亚 东南亚 他的一套策略是一致的 一致的这个轴行是 美国在这些地方的利益 要重新部署 不让他的影响力 这个退色 好的 谢谢阮先生 对于东北亚地区的这个分析 那我们请您明天继续给我们分析 美国的下一个动作 它已经开始运作了 那么明天请您继续关注新闻金日谈 我们将会探讨 在东盟地区的论坛上 美国再次向中国的南海权益 发出了一个新的挑战